先拿累一下 大家好,我叫Rio 我在一間叫做以利國際服務的公司工作 它是一間社會企業 然後這麼不巧,不是不巧 這麼巧呢,這邊有至少三個是以前以利的隊員 所以有些人可能看過我,或者知道以利在幹嘛 那我就開始了 這次回來其實就是黃上欣找我, Annie找我 那這是我的照片,我那時候在柬埔寨 我想要先介紹一下自己 因為我知道焦點是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大家都在互相認識 所以我反而可能以利我會少講一點 多講一點自己為什麼會在以利 我是誰呢,我是這張女朋友 不是,不是這一個喔 有點黑,有點像,不是這一個 雖然膚色很像 我是誰呢,我叫張夢妮,我叫Leo 那我自己容納了在我過去還沒有進以利之前 我三個特點 第一個,我是會念書的好孩子 跟在場很多個念女校的人一樣 從小就是老師教你念書,你也很會考試 所以就誤打誤撞,你考進一些還不錯的學校 大家都覺得,欸你還不錯喔 然後就覺得,我想大家 因為在這裡很多都是25歲 畢竟30歲,甚至超過30歲 我們開始很習慣會 該用什麼Label貼在自己的身上 才代表我有價值 那好呢,我自己很喜歡寫東西 我自己在高中的時候 到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很喜歡寫東西 所以我就念了新聞 然後我很吵 跟他講我很吵 所以我非常愛說謊 我很喜歡跟他講話 跟他講說我喜歡什麼 不喜歡什麼,我喜歡辦活動 那綜合這些原因 我念了新聞系 然後在剛剛開始工作那幾年 我做過業務,我做過企劃 我做過Wording 但是很不巧的都不是我喜歡的東西 那個主軸本身是我喜歡的 但是做業務的時候賣的房子 你看得到房子的價值 但是你看不到我的價值在哪裡 我看得到數字 可是數字以後的我在哪裡 我並不清楚 我在做文案的時候 我那時候寫的是企劃書 寫完很簡單 其實你只要看著一個照片 我現在在做很多做設計的 可以感覺,可以理解 你就是在寫 可是你喜不喜歡這個東西 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呢 我就發現 時間其實不多了 不是代表今天時間不多了 6分45秒 很有梗有沒有 我的時間不多 是指我個人的時間不多了 不是代表我老了 而是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 我今天出是不是下樓 過段話難過的時候 會不會一個神經病 酒後架的車就撞死我了 或者是哪一天大家都發神經 發現我們學運搞得有點厲害 然後就發射個什麼東西 時間其實並不多 如果我有80歲的話 我已經過掉前面的四分之一 而後面的四分之一 60到80多 我不確定我的健康是怎麼樣 看下我還有40年 但說實話 每天睡8個小時 玩一個小時的手機 再玩一個小時的2048 再聊天一個小時的Line 所以我想說 剩下那40年 其實我剩下的時間 真的不太多了 那時候 我就想說 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呢 在場的人你們都會跨年吧 或者是過一些重要的節日 每次跨年的時候 如果你去看著煙火 可能都會想說明年我要做什麼 明年我想完成什麼 明年我想成為一個怎麼樣的人 可是 我忘記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問的問題 可能不是明年我想要做什麼 我有自己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在過去的那一年 我影響了多少人 我以為我影響了多少人 通常這個 我第一次問的問題的時候 我的答案是非常小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大部分的人都覺得 不會認為自己是一個leader 不會認為自己可以影響別人 如果現在像你心裡默念這個數字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我又不是比爾蓋茲 我又不是陳薇婷 對陳薇婷 大家可能會想說 我能影響多少人 甚至我很少去跟別人講說 謝謝你今天講的一些話 讓我覺得 我的生命變得更美好一點 那到底在過去的那一年 有多少人被我影響呢 這個數字其實比上一個數字 會大一點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都比自己以為的 還要大一點 就像你如果在跟你朋友講 他覺得他是一個怎麼樣的 跟他自己以為他是一個怎麼樣的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之前多分鐘做過這樣的廣告 但是最終的問題是下一個 下一年 我希望我可以影響多少人 因為人生實在太短了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我要加入什麼地方 可以讓我這個愛講話的人 然後又愛寫東西的人 做一些讓我開心的事情 我就加入以利 以利是一間 做國際志工的社會企業 透過志工國際志工 去產生改變的社會企業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我們主要做的是 短期的國際志工 天數不長 從五天到十一天不等 但是我們希望 參加以利的每一個人 可以看見 你所花的這個時間 對於你面對的每一個人 是發生效益的 而我可以 一樣在做Wording 一樣在做行銷 但我說出去的話 可以讓人加許 影響別的生命 可以讓人買完這個產品以後 帶回一個生活態度 可以影響他自己的生命力 所以I love my job 那我到底做什麼呢 聽起來好像有點全 雖然是有三個人參加過以利 但是還是讓我講一下 我在做什麼 可能有其他人不知道 第一個我們負責蓋房子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計畫 那也是為什麼我會曬 跟前面那一張黑的要死 原因之一 然後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計畫 叫簡單生活 我們在柬埔站的村落裡 負責幫人家蓋廁所 蓋房子 五天七天九天或十 五天七天九天 這樣子的行程裡 我們幫人家蓋廁所 或是蓋房子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 你可能很難想像 這個時候我正在 我那時候是領隊 我在帶這一批小朋友 在拆房子 這個房子裡頭 你應該看得出來 多大吧 就小小的嗎 大概可以佔十個人左右 你可以猜一看看 大概這間房子裡 住了幾個人嗎 七 差不多 我記得是一個爺爺 然後一個媽媽 還有六七個小朋友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拆掉 因為在我們拆之前 他的房子全部都是米袋 就是用米袋蓋著而已 我們負責幫他拆掉 然後蓋一個新的房子 然後我負責做另外一件事情 是我負責說好的故事 負責說真實的故事 負責說值得聽的故事 這是一個其中我覺得非常棒的故事 在寒假的時候 我們去為這個先生 就是被抱的這位先生蓋房子 他那時候已經生病了 大概三年的時間都在生病中 那因為他生病了 他的房子一直沒有辦法好好地修 他有兩個小孩 四個人住在一個很傾斜的房子裡 那我們去修的時候 幫他修完 那他其實體力不好 然後我們的隊員就在那邊 搶搶搭搭 搶搭搭搭 然後就看到他就是 體力不好 然後抱著一根柱子這樣 慢慢走…慢慢走 他很想為自己的房子 移一分心 總 Him想像他是 本來我們去探看的時候 有一點點對自己的生命 覺得大概沒什麼希望的人 然後我們蓋完這個房子 其實我們的房子都是公版的 蓋完這個房子 memorial說 可不可以多給他一點點希望 多給他一點點力量 覺得說明天其實會很棒 所以我们就帮他的房子多做了那个扶手 然后帮他做一个名牌 结果大概队员走了一个礼拜以后 他就去世了 去世的原因就是他生病的原因 那后来之后 我们去帮他搬个丧利 然后他的妻子跟小孩 重新回到这个家里 继续过他们的生活 或许我们不知道 盖完的时候不知道他能够活多久 但是如果在盖的那个时候 可以让他让他的家人相信说 不管怎么样有人在在乎你 不管怎么样村落的人都会来帮你 而你们只要努力 在往下都还有明天可以走 除非老天爺把你带走 那我想这是一件很足够的事 而我的工作就是 把他告诉给别人知道 我想这应该比小S怀孕多久好玩一点 没有啊做什么都 我快晚时间 但我还是要讲 另外呢我今天手机会去泰国 泰国洗大箱 最后是我的工作之一啊 不好意思啊 我不管了哦 就是就是就是 这是我们因为我们其实会做非常多国家的工作 我们从泰国柬埔寨 缅甸印度蒙古 还有台东台湾的计划 那泰国是我今年暑假要去带的计划之一 我们在泰国回去 有三个主轴 第一个是生态照顾 因为泰国大家都有看过非常多转接的文章 很大的问题是大象约袋 那在泰国有个大象自然公园 他会负责买整个泰国 没有到整个啦 尽量收购寿命的大象 然后在这边照顾他们到老四为止 那像我们在泰国的行程就是有包含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这么短短几十年 相较于这个大地 我们的时间真的很短而且太短了 我一个任务就是去帮助别人 如果不能帮助别人 至少我们不要伤害其他人 但是最好玩的是我们怎么定义 什么叫做伤害 是我去揍你吗 我拿警官打你吗 还是你选择对发生的问题 不关心 或者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不介意 反正不干我的事啊 可是就像纳翠说的一句话 之前他找到的是犹太人 之前他找到同性恋 现在他找到我了 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是在于 我可以参与别人的生命的一部分 我可以成为别人 如果他的铁柜某一天从A转到B 可能是因为我参与他的一部分 而我可以很开心的觉得 这一年或者这三年来 我都不断地在理想别人 那这也是我觉得刚刚听完很多人分享 因为我觉得在焦点这边 很多的参与者其实你们都正在改变别人的生命 或者正在改变自己的生命 让自己成为一个可以改变别人的人 那这是一件很棒很棒 但也很需要勇气的事情 所以这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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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интересно 我觉得 max 杯 dz